2024年4月19日,向岛集体,完全向宇宙请求,传导Carolina Sheena Iron,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亲爱的医们,一如既往,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与你们交谈,特别是当日食能量仍然在地球周围绝对美丽地流动时,你们知道,这些能量受到了数百万人以如此开放的心态,如此快乐和庆祝的方式欢迎。 不仅在日食路径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直观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和重要的时刻,而且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不会再发生的事情。 现在,正如你们所知,天体事件确实一直在发生,其中一些会议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非常发自内心地感觉到的方式发生。 在一个人的身体,思想,想象力,情感中,也许是所有这些中的一点,这事件是对地球的一次进化,人们可能会想说,这是一种震动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进入了人们内心的那些地方,在那里他们往往会错误地感到自己渺小且相当被动。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存在,也是一种美丽的唤醒和提醒的存在。 为它提醒人们,不,你们不必被动或感觉被动,不是指你们的星球如何运作,发展和体验生命,不是就人类的行为而言。 当然不是就你们自己和你们所爱之人的个人生活而言。 所以,基本上,亲爱的医门,这是翻开新的一页,开始新的篇章的时刻,类似新年的开始。 然而,与其说这是一个日历新年,不如说它是一个美丽,敞开,充满光明的门户,吸引着每一个愿意体验欢乐时刻和惊奇时刻的人。 在人们在照片中看到的那一刻,月亮正在掠过太阳的表面,不是因为它离太阳很近,而是因为它比太阳离地球近得多,尽管它小得多。 那一刻,人们意识到没有任何错误,没有偶然的时刻,因为如果月亮虽然离地球很远,离太阳也很远,但它知道如何遮盖太阳的光并带来片刻的安静,阴的安静,而不是太阳光辉的阳。 如果月亮知道如何以现在的任何形式做到这一点,并且如果它以特定的方式放置,特定的运动以及所有天堂存在的所有旋转,那么可能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也许,人们可以说,我来到这个地球上是为了一个美丽的理由,其实我还没有发现全部,人们可能会说,我此时来到地球是有一个重大原因的。 事实上,你们所有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一个伟大而美丽的理由,这个理由每天都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们正在了解你们的灵魂使命,你们来这里要学习什么? 你们是如何成长的?以及如何从你们在这个时间线和其他时间线上生活过的其他生活中疗愈的? 你们带着地球使命而来,一个美好的目的就是将大量的光值入地球,特别是对于某些问题,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们和你们的灵魂家族正在追求的特定使命。 你们进来是为了认识并认识到门户的重要性,例如你们已经进入了很多天,并且仍然在里面,日食结束并不意味着你们不再旅行。 当然,你们所有人都是,美妙的事情是,你们不仅搬进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你们越来越明白为什么你们在地球上,为什么你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你们要疗愈什么?你们要疗愈什么呢? 你们应该认识,重新唤起并记住你们在能量世界中的美好能力。 你们不仅学习了所有这些,而且还学习了新的东西,这是一种新的灵魂层面的父权形式,是你们从未想过在其他生活中经历过的。 在其他生命中,你们要么处于更高维度的情况,你们清楚地记得你们之所事以及你们为什么在地球上,你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完成后就走出身体,没有死亡,因为这是一个更高维度的现实。 或者你们处于这个第三维现实中,不太清楚你们为什么进来,并且发现很难记住,并不总是知道你们处于能够记住的位置或你们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进来的。 你们只是艰难地度过了生活,所有的挑战和困难问题,然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家的另一边,然后想,哦,我得回去了,因为我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去解决很多问题。 亲爱的医们,在这一生中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是扬生的目的,更是提升的生活。 事实上,你们出生在第三维度环境中,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处于第五维度环境中。 因此,当这些特殊的门户为你们打开时,当你们进入这些时刻,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高的认识时,一切都会感觉更加真实,颜色和纹理更加真实,更加明亮,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充实。 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具有更强的效果,当你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你们会意识到,我现在在我的身体里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 尽管我正在进入一个更高震动的现实,但我现在更多的在地球上,而不是更少。 尽管我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人类在第三维度地球生活中经历的斗争,但随着我们进入第五维度, 我请求,完全请求宇宙,我成为一个选择不通过斗争来学习的人的例子,不是通过黑暗的挑战,而是透过快乐的挑战,或者是透过欢乐和笑声。 在我们看来,你们所有人也都以痛苦的方式放弃了学习,挣扎,受苦,成为被迫害,被误解或诽谤的人,并陷入一种感觉自己被隔离的境地。 你们有点奇怪,你们属于那边的边缘,我们要只是边缘化你们或忽视你们,甚至可能诽谤你们。 你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很多事,这对你们来说是真实的,因为你们都非常敏感和有意识,并且能量如此强大。 也许不是表面上的,你们没有数十亿金钱,你们没有大房子,也没有经营大公司。 但你们的实力还是很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见到你们时,他们会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层面上静静地思考,这是一位真正的高阶巫师,这是地球上界的真正代表。 也许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们都正在摆脱那种感觉有点有趣的空间,感觉有点奇怪,感觉有点不对劲,称自己为星际种子,或光明使者,或任何你们想称呼自己的东西。 意思是,我不遵循通常的模式,我不随波逐流,我的感受和想法不同。 现在,你们瞧,因为你们在过去一周或更长时间里一直通过的门户,并且将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继续通过。 因为那些时刻,因为你们之前做出的决定转世后,你们正在走出这个边缘化的基地,而你们却说,事实上,我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事实上,我是一个有点迷路的人,我是路上的一盏灯。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知道这一点,但也许你们还没有完全庆祝它,我们绝对鼓励你们现在就这样做,我们鼓励你们转向包容性的宇宙合一和神圣挚爱的振动,将其是为你们自然,完美,美丽的存在状态,你们的日常,平均这只是地球上又一个美好的一天,存在的状态。 我们鼓励你们将自己是卫星际种子,光明承载者,一个在特定时间出与美好原因来到的人。 数字并不重要,如果你们不再是少数,那也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 亲爱的医们,你们已经跨越了这个门间,你们正在如此有利地进入水平座时代,以至于你们只是有点领先,你们没有什么不同。 你们并没有偏向某一边,你们没有嫌疑,无论如何,你们都不是非法和未经授权的,你们是光,让其他人知道,是的,那就是道路。 我相信这个,因为他们的面前有这么多美丽的爱,我信任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因为他们非常平静。 尽管有时我看到他们像任何人一样挣扎,尽管有时我看到他们正在经历一些困难,但我注意到他们不会与此和他们的默认震动产生共鸣。 我注意到他们很容易流动,他们会尽快重新获得快乐,他们会尽快找到一些令人开怀大笑的精彩内容,或者一首美妙的音乐来听。 他们再次加入这个宇宙和这个宇宙的伟大舞蹈,因为他接受了这些流向地球的美丽闪闪发光的金光粒子,有感之力,保持着与你们的灵魂共鸣的音调振动,并以超乎你们想象的速度移动你们一条更有意识,更高振动的路径来理解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与你们的敏感作斗争,并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不是把你们的灵魂使命当作一种烦恼。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们中的许多人带着相当高的命令进来了,而不是把你们的地球使命当作你们不太确定的事情,但它太重了。 而不是所有这些,亲爱的医们,你们现在肩上背着一个更轻的包,它只是以这种美丽的音调频率振动,让你们想起你们所爱的人和更高领域的天使般的声音。 有人可能会说,你们都挺身而出,在新的一年的过去几个月里,你们都挺身而出,因为你们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好吧,我是一名持光者,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我身后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必须疗愈所有这些伤害,还有我关心的地球伤害。 你们现在都已经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了,这几乎就像一个影子,几乎就像隐藏起来一样。 我不得不躲藏起来,以避免在其他生命中受到迫害或处决,这很困难。 你们刚刚释放了你们一直穿着的那件厚重的斗篷,你们只是把它扔到一边然后看着它蒸发到空气中。 亲爱的医们,你们现在拥有的是一道闪闪发光的,灿烂的绝对喜悦之光,纯粹的喜悦,就像你们的灵魂从出生以来就渴望拥有的那样。 从你们从子宫里出来的那一刻起,当你们来到这个地球时,对震动的低度感到有点震惊,但你们决心,绝对决心要找到你们的道路并在喜悦中行走。 现在这正是你们所有人都开始做的事情。 亲爱的医们,我们为你们感到兴奋,现在我们要快速询问所有正在收听和重播的人的所有更高自我,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站出来,何时? 亲爱的医们,最近,在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银河系连接和干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随着这些美丽的能量流入,它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跟着它,以及日食本身,银河文明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以协助地球,更多的它们出现在地球上,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但现在只会增加,它们会出现在你们的天空中,所以一段时间后,即使你们的主流媒体也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它们受到高度限制,并且经常完全陷入黑暗目的。 即使对它们来说,也不可能忽略并且不报告,即使它们拒绝,私人的沟通方式也会将讯息广泛传播。 现在,除此之外,地球本身已经在振动上移动到更高的水平,因此它更能展示第五维度,并且更明显地参与其中。 因此,事情看起来似乎与原来的样子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而你们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亲爱的医们,我们希望你们能确信这一点,我们希望你们确信,你们的生活现在将遵循更高层次的表达,并且将以更高的方式展现。 对于那些认为似的,但我还欠钱,地人来说或我还有这个或那个需要解决,或者屋顶需要更换,或者不管是什么,抚养孩子,等等。 无论是什么,健康问题,年迈的父母,无论你们正在处理什么,你们现在都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它。 如果你们希望这成为现实,请立即大声说是,只要说,是的,谢谢你们,更高层次的道路,我接受,我庆祝,我致谢。 然而你们想分阶段进行,只要对所有涌入的美丽之光说是,重点是,从这种转变开始,接受每个人作为个体所面临的变化,好吗? 以某种美好的方式接受你们每个人即将发生的变化,这将使你们迈向更高的水平。 所以你们选择你们想进入人生更高层次的哪个阶段,你们生活的哪个领域,它会影响一切,但特别要看那些你们认为困难的事,特别注意你们在问题或挑战类别中持有的内容,并认为你们不必再这样做了。 如果你们的脑海中出现了旧的模式,说,好吧,这一直是一个问题,所以不要指望它会消失,你们甚至把它写进你们的图表里了,只要对它说,好吧,事实上,我正在改变我的人生轨迹,现在这个领域对我来说很容易,现在,健康对我来说很容易,财务和丰富现在对我来说很容易,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找到很棒的朋友,做令人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对他人有很大帮助,同时又非常友善和支持自己,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吧,亲爱的姨们,这就是你们必须接受的一切,那光现在在你们的生活中如此明亮,你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授权水平,这是你们以前甚至不知道的。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人,所以送上很多爱,亲爱的姨们,我们如果曾经有一个空虚,那么它现在已经被你们所有的心填满了,一切现在就开始显现,因此,亲爱的姨们,我们送上如此多的爱和许多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